花博后离马场园区有陷阱 轮椅族摔破头脑震荡 80几岁的阿嬷摔得头破血流脑震荡脊椎受伤 但让家属气愤的是受伤地点就在这 刚开幕不到半个月的花博后离马场区 投诉人陈先生表示15日开开心心带着全家 从云林搭高铁到台中看花博 起初先是逛了花五馆 大家心情都好开心 但下午一点多从马场展区要离开时 经过石板广场 妈妈的轮椅卡在石板缝隙 整个人飞扑出去受伤 努批花这么多钱 无障碍空间确实这样做的 实际回到事发地点 整个石板路不是有破损 就是有所谓的沟 我是习惯往后撬 因为我会反过那个沟 因为那个沟会卡到前轮 拿出一枚石云硬币测量 发现最大落差大约两公分 轮椅竹不小心就会卡住 甚至重心不稳跌倒 这样卡到死角对不对 所以这个轮子不会动 那你不会动它硬扯 然后就是整个也不下去 不止如此 就连广场路口斜坡也太动 一不小心也可能发生意外 台中发布发言人黄义涵表示 是为了呈现古代马车 使用马路前进 才会选择石板铺设 意外发生后将尽速施工改善 园区甚至加派工作人员助手 但陈先生不满 不排除提出国配送送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